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分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系列里的红色篇 收到了红色的一些意象 以及它在设计中的一些应用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颜色 橙色 首先呢,打开Elas Twitter 在这儿呢,有12个颜色都归属于这个橙色 我们依次来看 猪沙色,第一个是猪沙色 猪沙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入药的 有这种安生和解读的一个作用 那么猪沙这个颜色呢 是一种泛红色鲜明的一个橙色 我们可以用这个快键i吸取一下 然后在这儿双击,会看到这个数值 红色占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因为洋红墨和红色叠加 它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青色 所以它看上去是比较这个偏红,偏红色的 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个洋红和红色产生了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究竟跟这个橙色差了多少 洋红的这个比例变少了 而这个黄色增加了 在这儿我们会看到这个洋红的比例增加了 所以它会偏向这个泛红,猪沙色呢,属于这个橙色的一种 第二个是胡萝卜色,胡萝卜色我们这个颜色都很好理解 一般去这个蔬菜市场的时候都会看见 你回家以后切开以后呢,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颜色 都知道,很容易就是理解,会属于这个橙色片 在这个表面的肉眼上看上去呢,就可以判断出来 那么橙色呢,也比较好判断 相对于这个胡萝卜色呢,它要这个,在这个浓度上呢,饱和洞上要偏浅一点 凝度上呢,也偏偏呢,也提高了一些 橙色呢,通常会用在这个饮料上,跟这个橙子有关的一些饮料的外包装上面 看上去很有活力 玉米色是一种比较偏黄的一种,一种这个浅橙色 那它提取呢,可能就是在你这个玉米的这个 粒上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颜色 橙黄色 也是一种浅橙色 很多的这种颜色都是,你找到图片以后这样可以提取出来 可以看一下它的参考树枝 然后鲑鱼粉,鲑鱼粉呢,也是在这个鲑鱼的肉质上提取出这样的一个颜色 有的同学可能不太理解,说你这个看上去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粉色系 为什么你会归属到这个属于这个橙色里面呢 如果你对这个有疑惑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色棒去吸一下这个鲑鱼粉的这个颜色 然后你对它的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你会看见在阳红和黄这里 数值依然没有减少,没有其他颜色的一个参与进来 那么在这个比例里面呢 界限里面它就归属于这个橙色片 归属于这个橙色里面 贝壳粉,贝壳粉呢,也是从这个贝壳的内部去提取的一些颜色 它是一种泛黄的,非常浅的一个粉色 软木筛色我们都知道喝红酒的时候那个筛子,筛子上的一个颜色 琥珀色 会属于这个橙色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橙色的意向和表现方式 橙色的暧昧让人觉得它比任何色彩都难以配色 它不如这个红色强烈又不如黄色明亮 因为它是夹杂在这个二者颜色之间的 所以它很容易被其他颜色抢了风头 最终导致整体黑色的平淡发味 因为它没有什么自己突出的一个特点吧 既不是那么的明亮 也不是那么的显眼是不是 然后 但是呢 如果用橙色作为点形色 画龙点睛,对点睛色 要么就避免它与比橙色更强眼的一个色彩 去对它进行一个搭配 然后通常呢 我们会选这个无色系里面的这个灰色 但运用其他颜色 适当的降低明度和饱和度 在这里你要去 如果你用其他颜色和它进行一个配比的话 那么你要适当的降低这个明度 和饱和度 在这里你对这个明度和饱和度进行降低 嗯 没有比这个橙色抢眼调节得当 也可以搭配出丰富生动画面 例如橙色与红色搭配 红色色度更低的 褐色 这个像这个褐色和橙色搭配更为协调 也可以这样的画一下 然后你再画上 这样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 对它进行一个色彩应用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70% 25%和5% 这样的一个配比 我们接着往下看 源于自然的橙色意象 橙色橙色 其中一副橙色 美味食欲爽口 维随年轻 青少年有趣 树木褐色 这个褐色我们之前在讲过 位属于这个橙色 久远自然土地 年长安静 它就不像这个橙色 这样的一个去很跳动 我记着几年前 动感地带的时候 做的时候 做这种旋转样的时候 会经常大量的用这个橙色 但是要比这个 明度 要低一点 火 温暖 清静 优好 好动 然后源于社会的橙色意象 财富 吹嘘 奢侈 便宜货 空架 万圣节 恶魔 喧嚣 橙色洋溢着红色 不容易找到的积极能量 让画面变得亲切 在表现火力的时候非常有用 但画面如果是过多使用橙色 橙色会显得 沉闷 橙色是一个很闷的颜色 但是在这里老师要说那个橙色 你可以用白色 假如你这个橙色大面积的橙色的点 那么你画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白色 那你橙色和白色的这样一个配合呢 就能凸显出你这个橙色的一个 活跃 就能显得画面不是那么的闷 如果想要强调橙色积极性的一面 可以选择泛黄色的橙色 或者不太深的褐色 这些颜色比100%的橙色 更能表现出温暖和亲切的感情 但由于橙色本身很难找到偏冷的颜色 和它相应的是红色和红色都属于暖色系 因此使这个画面呈现出温暖的感觉 都属于暖色嘛 将所有的配色都用暖色的话 所以容易使这个画面变得沉闷 没有亮点 如果以这种橙色呢 为主色 选择黑色白色灰色 会使这个画面更协调 比如用这个深蓝色代替黑色的配色方法 可以给画面降温 色彩呢都讲究一个平衡 在这个photoshop里边有一个色彩平衡 然后你会拉开看 它一边对照的一个颜色 就是为对方的一个互补色 都是需要去找一个平衡 如果你画面太暖的话 给人看上去也不舒服 除非是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 特殊的一些条件 但如果说你不受这些条件的控制影响 那么你在设计作品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 在下面的这些图片里呢 就是会看到即使有这种橙色 然后有这种红色 基本上都是一个褐色暖色的时候呢 我添加一些这样的冷色进来 蓝色进来 会使你这个画面 很平衡 看上去会比较平衡 然后也会呢 使你这个画面更有火力 确实是这样 这个上面的这两张图片呢 是你看大面积的一个橙色 或者说你大面积的一个五彩色 五色彩细 黑色 我配上这样的橙色呢 这个画面 一下子就很亮 亮点就出来了 然后重点也可以找出来 很突出 那么在下面这张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它就是具有 颜色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进来了 在这 在画面的这个左侧呢 这些人物呢 他们是在一个红色的 一个橙色的一个背景的红脱下 而右边这些人物呢 是在这个深蓝到浅蓝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以至于黑色的这一部分下面 我们很清楚的判断出 两对人物的一个心理特点 可能这边更阳光一点 更积极向上一点 那么这边呢 可能更邪恶一点 这是两方的一个势力的一个冲突 这也就是说画面 营造出来一种冲突感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我既有暖的也有冷 嗯 突出主题 另外一个呢 也是你这个画面整体感觉很活跃 这也就是说 颜色 你了解它的属性以后 具体你怎么应用 怎么去搭配 你能明白这些以后呢 对你做这个图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橙色呢 就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呢 我们讲黄色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